我会觉得自己是真正最帅 我都不好意思打 近日陆寒在NNS上发布了一张自己新闻生的图片 并配文中秋快乐 新闻生大致看像是一个指南针 但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这个图案竟还与关小彤有联系 疑似于关小彤社交网站背景 又异曲同工之处 很快就有网友拿图对比 发现其中的大部分细节还是相似的 可以说是妥妥的情侣款了 他俩可真是撒了一把好狗粮啊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 陆寒和关小彤都如何偷偷秀恩爱 他们两个谈恋爱已经五年了 不知你们还记得 大家好 这是我女朋友这个梗吗 当时可是造成了网络持续性的瘫痪 不少粉丝想不开要脱粉 也有不少路人看热闹 而从一开始的不被看好 到如今的人人羡慕 虽说两人谈恋爱的这些年 总是选择低调形式 但侦探网友每次都能发现细节 于是就变成了高调撒狗粮 连续五年 双方都会在生日当天送出微博祝福 可在今年陆寒生日的时候 关小彤却失约了 他们分手的谣言 继而漫天四起 直到临近生日结束 关小彤在23点31这一刻发出了生日祝福 网友们这才恍然大悟 关小彤太有心了 原来今年刚好是 关小彤23岁 陆寒31岁 这波操作真的让那些造谣的人 啪啪打脸了 尽管他们的微博中 并没有很多关于对方的内容 但是网友们经常发现 他们会偷偷的带情侣款物件 隔空秀恩爱也是正常操作 在这次中秋节 关小彤先是在网络平台 发布了一条要吃流星蛋黄馅月饼的微博 随后陆寒也发布了一条消息 疑似可控回应关小彤 这操作真的是 暗暗地给单身狗们撒了一嘴汤 但其实明着的秀恩爱也不少 在节目中陆寒看到 有卖情侣睡衣的激动地喊 这个这个多少多少 我自己有钱 能不能买拉两套啊 你要吗 一旁的单身狗张延祺一脸嘻哈 完美地诠释了电视机前的我们 但毕竟 陆寒和关小彤作为流量艺人 想要好好的谈一场恋爱 实属不容易 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明临暗里告诉粉丝们 他们过得很好 而他们俩的关系 在娱乐圈也是人尽皆知 因此也受到了不少前辈们的祝福 在王牌对王牌中 蒋连就毫不遮掩地提起陆寒 并且亲切地称呼为老陆 这感觉像是在叫妹夫一样 老陆啊 老陆啊 看得出 作为关小彤的好姐姐 也是很支持他们两个谈恋爱的 并且在节目的后半部分 关小彤还表演了一段热舞 而这段舞蹈的BGM就是陆寒的作品敏感 这是在默默地为自己男朋友打抠吗 不止蒋连会来掺和 坏叔叔沈腾更是在游戏中给自己取代名 叫陆寒 我就叫陆寒吧 你叫什么 你看多不好记 我刚叫完宝哥就忘了 我叫陆寒 那我叫关小彤 还开玩笑地问 我比陆寒差哪儿了 听到这话的关小彤也是害羞地无嘴笑了 可见能被拿来调侃 说明关小彤和陆寒的感情还是很好的 即使五年来谣言风波不断 陆寒和关小彤也从未出面为此给过回应 也很难看到他们在节目中同台 想必他们是真的想好好谈一场简单的恋爱 确实 两个人的事情何必被外面的风言风语所影响呢 自己的幸福只有自己最清楚 相比那些告诉粉丝自己不会谈恋爱 却私生活紊乱的人 陆寒能在自己事业上生期 光明正大的告诉全世界 关小彤是自己的女朋友 也是很爷们的做法了 那就在这里祝福他们 恋爱美满天长地久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大家对陆寒和关小彤的恋情有什么看法呢 评论区可以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太 aun 我也希望你吗 我不敢 我不敢 我 我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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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